刚刚子昂老师 追了国际间一些重要的大事 其实说国际大事 好吃一个油价 最近的油价 就从三四月的低点反弹 来到了四三四十五 反弹往上 所以大家在期待说 油价都涨了 我们的元大标普 原油振二ETF 振二两倍 所以应该要涨两倍 但问题来了 这幅请上来 到底这档ETF哪里反常 网友日内讨论了这张图 我今天就把它说清楚了 网友说 你看纽约原油都涨这么多了 今年五月左右到现在 铺顿涨幅五倍多 然后呢 好了你说我不要跟现货 我跟ETF总可以吧 因为这个ETF跟这个ETF 人家也是做多两倍 你也是做多两倍 国际的原油指数两倍 做多ETF的UCO 人家从五月左右 到现在也涨了1.7倍 那为什么同样ETF 看看我们的 原来标普原油振二006722 既然逆向跌66 你不要涨这么多 还可接受 它也逆向跌 所以网友就说 这样的ETF你们还敢买吗 实在是太过异常跟矛盾 请把它解释清楚为什么 如果常看瑞涵节目的人 一定不敢买 早就知道 但是可能有人没看清楚 或不懂的 真的就下去买了 那刚刚其实瑞涵那张图 其实点出了原大这档ETF 它其实要记得 它买的不是现货 因为大家都知道 ETF它有个追踪的指数 所以追回源头 就是你要先看 它追踪的标的指数是什么 讲得好 它的标的指数叫做高盛 标准部发的高盛原油ER指数 所以它跟现货有什么关系 它投资的是西德州的 清原油的期货 再次讲 原大标普原油振二00672L 追踪的是这一个指数 而这个的指数 投资的标的是西德州清原油 期货 有提货 看到提货 期货跟现货的价格 原则上 如果以长期来看 它当然是正向 正相关 相关系数应该蛮高的 可是问题就来了 长期来看也是相关 可是并不表示它会同步 也就是说现货如果涨了五块 那不表示说 你的期货就跟着涨五块 因为听对韩节目也知道 有正价差跟逆价差 这个问题嘛 期货高就叫正价差 期货比现货低就叫逆价差 所以你追踪的这个指数 它跟现货不一定会同步 那你就会问 就算不同步 哪会差那些多 对也不能非常添一个掉地域 那重点就在于说 我们记得 今年这个三四月的时候 不是油价大跌吗 曾经一度跌到什么 负油价 不过那个是指的是期货 是负油价 不是现货 现货不大可能是负的 它既然是期货 是发生有可能负数 那你的这个投资追踪的这个指数 也是投资期货 它就有可能跟着期货同步 变成负数 所以它必须要去改变 它一些操作策略 怎么做呢 它去转仓了 那因为你如果是静月期货 一定是跟着当时 如果是负油价 它有可能就变负数 对不对 那它如果跟着做静月期货 就有可能一下子 它的资产全部变负数 表示说这个ETF就完了 对 所以我们来一个白板 跟大家先简单说明清楚 原大标普原油政二00672L 它因为是杠杆型的 所以其中的内容绝对会有期货 就好像刚才政府说的 跟大家报告 油期货 国际油期货 常态性的都是保持正价差 所谓的正价差 就是远越的 永远都比前一个月还要来得贵 但是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刚才政府说了 其实原大标普原油政二 这个商品 原本是这个期货结算完之后 结算完之前换下一个合约 然后快要结算再换下一个合约 可是因为见到了负油价 它吓死了嘛 如果这边又出现这么大的意外 所以干脆期货的换约 直接就换到更远越的合约 可是别忘了 换到更远越的合约 这边都是常态性的正价差 买这个A 买跟买这个C C是比A贵很多 没错 所以回到高纲资料 是 他当时是为了避免让他的资产变负值 说他买了远越的期货 可是买的远越期货 刚刚讲到重点 远越期货比近越的价格来得高 更贵 所以他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买到现在三四十块价 可是那时候是将近复苏 对 可是你的成本花下去了 对不对 好 成本花下去之后 现货虽然一直在拉 可是你的成本一直垫在那边 对 他是没有降下来的 所以你看 转仓到远越期货 常态正价差 因为的合约是更远的 所以更贵 是没错 因为成本已经垫高了 所以油价上涨的时候 原大的这个S&P原油的正额 它基本上还是在跌的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如果 我请问一下 如果他去买更远越的这些油期货合约 成本垫高 成本一垫高 花的钱变多 就会牺牲掉它本身的净值 这就是为什么 老看那个它的净值 你看这条线 净值老是躺的这么低 来解释这个 好 那净值躺那么低 因为就是刚刚讲 我花的成本很多 你净值是每天要把你的成本 换算回去的 所以过去买的成本那么高 它要每天每天换算回去 就算油价再涨 你的指数也许也有涨 可是因为你之前花成本太多 你这样摊回去的话 可能都还来不及摊你之前 就是摊最近这个油价上涨 这个幅度 所以它净值就一直往下掉了 为什么溢价会变常态 主要就是因为 当时油价变成负数 就是这个期货变负数的时候 主管机关为了避免 这个ETF下市 因为照当时的规定 这个ETF早就不存在了 但是主管机关怕这个ETF下市 引起更多的纠纷 所以它就通融它 暂时缓解下市 就把条件修改 这个条件一修改之后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既然主管机关护责 应该不会下市 那我就冲进去 大家就去抢 大家就去抢 而且它筹码 因为它不会再让它增加新的筹码 那筹码就那么多 那大家都去抢 我跟大家报告 这就是溢价的时针 因为投信那 原大投信那边 这一档ETF早就卖光光了 所以你要从源头买到没有 因此只有GIF有五张 瑞涵有二十张 卖给你 我价格卖得高高的 才形成了溢价 所以现在的溢价还有2% 四月份的时候 溢价高达六倍 624% 多离谱 所以这个就是抢之下的结果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有些券商 因为它可以用造势的方式 用净值买 可是呢 因为净值跟这个市价有弱差 市价比较高 对不对 赚价差 对赚价差 所以这也让这个溢价情况就更加严重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到最高的溢价曾经超过624% 也就是多6倍 所以刚刚政府讲到重点了 当时有这个通融一下 但通融是短暂并非常态跟永远 第二章我要问了 00672L 有没有下市的那一天 手上持股很多该怎么办 好 报告大家 其实元大头新最近已经公告了说 他们现在呢 要启动所谓的下市的这个机制 对 什么下市的机制呢 他说最近这30个营业日 基金的平均的净值 如果低于2块 连续30个营业日 他就会下市 那30个营业日呢 他从8月19号开始算 所以我在8月19号的那天 前线有说 忘记回去抓那一集的YouTube看 对 那如果照这样算的话 大概就到9月30 这30个营业日 如果他都一直下跌 当然有可能万一他没有下跌 又回到2块以下 那可能就不会下市 但我告诉大家 因为他的基金平均净值 要到2块以下才会下市 对不对 你就是把这30天加总起来 1加2加到30 加起来除以30 如果小于2那就是这样 对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中间 突然间加起来 然后大于2呢 几率很低 因为我们回到 大家的净值线你来看一下 净值就是投信二本职经济的净值 然后市价就是次级市场当中的价格 你看这边从这个地方 黑色这条叫做净值 从这边到5月份 全部到现在这是几块 连一块都不到 他今天说他们价值0.98元 你看你看镜子连一块都不到 要回到2块 对所以有可能吗 下市几率大呀 我觉得99.9999%应该是要下市下市 我只有说几率大 他就这样也都 回到第二页 你看专家很敢讲 好这个知道了 最后这个 所以以目前这个镜子来看 我刚刚讲了 下市几率应该是蛮高的 所以很多人 如果你手上持有的人 你要等到清算的时候 下市再去卖吗 因为你清算还有时间 我觉得现在可以的话 就先出掉了 最后一张 这张是为您而做的 我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ETF都是安全 不是所有的ETF都会配息 不是所有的ETF都可以报到 常常久久帮您退休用 No 不是 是 那尤其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到 像这种杠杆型的ETF 不管是正向的两倍 或反向的一倍 我们一直强调 他只能做短 因为他买的不是原型的指数的ETF 他做的是期货 他的特性就跟期货一样 所以杠杆型就是正二两倍 或者是反的 全部都叫杠杆型 是的 做短不能做长 这个是第一个原则 拜托 我要再讲一遍 杠杆型做短不能做长 我已经讲了至少 有五六十遍以上 你们还犯错就很生气了 第二个 好 第二个 溢价过大者 你不要去碰它 溢价什么意思 讲白点 就是你买贵了 对啊 你干嘛一百块东西 你要花一百五十块去买呢 对啊 市价如果高过 净值太高了 叫做溢价了 对 那净值太低也不能买 刚刚讲了 它有下市条管 对 超过这个低于两块 它就要下市 所以净值太低的也不能管 还有一个 这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忽略说 成交量 也许它这个宣传做得很好 或者说这个 它有这个价差 大家看到可以赚 就进去买 可是如果成交量太小的话 你有可能想要买 买不到 想要卖又卖不掉 这也是一个风险就是了 第五个 第五个 有没有涨跌幅停的限制 其实也很重要 像我们今天举的 这个原大智党 原油的这个正额的ETF 它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讲得好 所以如果像当时发生 油价大幅波动的时候 哇 这不得了 它一天搞不好让你就赔了五六十% 也有可能 那当然有可能是一天让你赚 五十八六十八 有可能 但这没有办法料得到 我们总是要把这个风险 考量到里面就是了 政府谢谢您 基金专家 政府讲的超级精彩 观众朋友 也许第五个 你会觉得模模糊糊啊 那我怎么知道 我手上的ETF 有没有涨跌幅限制呢 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记得 只要它发行的标的 追踪的指数 content内容 是我们本身的 国内的台股市场的话 那就有涨跌幅 10%的这样一个限制 台股以外的 全部都没有涨跌幅限制 包括了美债 或者是这个ETF等等 只要是国内以外境外的 露骨ETF 也没有涨跌幅限制 就这么样的简单 这张图表 麻烦您做梦都要放在枕头上 把它记到一辈子好不好 因为看到您受伤 我告诉你我出了心痛 还有难过 讲了那么多遍 还没保护到您 你说多多少少 我还是会有点生气的 好 这个道主题 您的最关心 我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进入到下一题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台积电建成请上来 台积电今天收盘 再见 历史新高 444 但外资是这么说的啦 外资说 台积电的ADR 标破80美元 ADR是每股 美元喔 所以特别帮你写了 台积电的ADR 昨天收 每股是81.75美元 就超过了喔 如果标破80 等同台积电的现股现货 要冲上472喔 现在才444喔 还有30块 可以涨啊 所以外资买是这样 但请问 第一个问喔 教大家算 台积电ADR挂在美国 这是美国存托平证 American 跟这个我们台积电的现股 是台币来计价的 这是美元计价 这个溢价 折价 我该怎么算呢 好的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 一个台积电ADR 等于多少 这个台积电的现货的部分 一股台积电ADR 等于五股台积电的股票 跟您报告喔 你每天晚上在划那个美股 台积电ADR 看到的单位 就是一股一股一股 我们台股才是一张一张一张 所以你看到了台积电ADR 来到了81块美元 就等同于五股的台积电股票 对对没有错 五股 那我们当然要换算一下美元跟台币 我们先假设这个最近的价位汇率 大概都在一美元对29.5 等一下喔 因为我时间到了 我先要一个答案 以您的看法啦 你因为你已经算过了嘛 真的是有溢价吗 溢价很多 溢价大概多少 就将近9%左右 将近一成耶 我只要是外资3%我就追啦 他现在9% 所以真的有溢价 那外资买真的是向中这个溢价的空间吗 套利 套利 市场量鞭炮 有钱有真好呢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算 折溢价算给您看之外喔 回到刚刚那一页 建成还要帮我证明了第二件事情 因为刚刚那个图喔 我还特别问了 你看问二 什么呢 昨天的明哲说的 凹动量 是要靠以后来证明 所以这个今天量放大了喔 所以昨天这个叫做凹吗 凹动量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那如果出现凹动量了 而后的台股呢 台股的多头 今天跌归跌 还算是健康吗 而后健康的必备条件呢 都交给建成了